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今年最后一场全民同嗨周末派 28号是在县长公馆压轴登场 这是以文化玩很大为主题 邀请到台东县内的表演艺术团体 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街头艺人一起来演出 另外县府文化处各科也设置了摊位和民众来同乐 藉由互动让台东县民更深入认识台东县的文化 学生们在舞台上展现热舞 还有幼儿园小朋友可爱的表演 这是台东县政府推动的全民同嗨周末派 今年的最后一场以文化玩很大为主题登场 而身为主人的县长饶清凌 特别欢迎乡亲到县长公馆做客 体验文化处同仁精心规划的动静态活动 很希望能够看到老中青三代 那我们还有我们台东高中高商东中东女 好多我们中生代的 我说好希望能够看到大家都在这里 那我非常感谢文化处的同仁 今天找了好多我们平常都只能在YouTube看到的 那个热门社团 能够今天来到这里 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今天大家都玩得很愉快 现场也可以看到文化处各科也设置摊位与民同乐 借由互动让县民更深入认识台东县文化 也吸引许多家长带孩子前来体验 F5B上面有通知 对然后就想说带小朋友来玩 还有表演可以看 然后还有餐点可以吃 对然后顺便来带小朋友来认识文化 对因为小朋友有些他们也不是不知道 对虽然说小朋友还是小 但是还是会跟他们解释 全民同嗨周末派鼓励县县民参与音乐活动的精神 从今年开始活动内容结合各局处相关业务 办理每月一次的一文饗宴 28日则由文化处主办的文化玩很大为这一系列活动的压轴 也为31日的跨年演唱会暖身 接着讲解台东市报道